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我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靠我手靠 然后就这样走出来 我觉得我就一个人 然后就是被关起来 然后我也很无助 回想万圣节这天 慕名成了通气贩 被上口移送 艺人雷瑟琳 情绪彻底崩溃 我觉得很夸杀 我觉得说 那我就叫慕名小妹 刘安丁 那我以后还要不要工作 那我一想到我工作怎么办 说起雷瑟琳 您可能觉得很眼熟 因为他这是偶像剧中的 心机小魔 我是一张白纸 我可以丢掉我身上 所有的一切 去完整的群世商品 不择手段往上爬 雷瑟琳的角色超强劲 至于怎么会变成通气贩 就要从今年三月说起 当时他从国富经典馆 要到神旺饭店 却自称遇上了怪司机 沿途跟他讲了五次停车 他都不停车 我就是要拉着车门 我就要下车 就是要跑走 他就下车 他就抓住我 然后就开始对我很凶 然后态度就很长 为什么不付车钱 干嘛干嘛干嘛的 司机不停车 简直把他吓坏了 想跳车却又被认为不付钱 最后报警处理 你不处理这种事情吗 我现在都在处理 你说你不要处理 你凶什么 我凶什么 莫名其妙 雷瑟琳拍下影片 当时问奖态度很激动 害袁警互呛 原以为单纯纠纷 就此落幕 没想到对方 却指控他妨碍名誉 因为居住地和户籍地不同 多次传唤未到 才会被警方通弃 用言语辱骂他 完全没有 我就是一直在 就是那时候是起冲突 我在哭 我就是从头到尾都在哭 单纯行车纠纷 却被上口移送 现在更有了案底 不过我们求证 舰车司机所属的车队 对方说这名司机 今年5月已经离职了 无法联络上当事人 而真相是不是 真如雷瑟琳所说 还得再追查 东森新闻 沈锦阳林玉仁 在台北斗 谢谢大家